嘿,大家早喽 3月18号 星期五 清晨现在5点10分 农业扎兰滚 今天是第一个训练日 身体有些僵硬啊 我估计得 10公里以后才能舒展开了 因为昨天北京下了不小的雪 但是因为气温确实是暖起来了 现在是零下一度 所以也没有积水也没有结冰 道路都已经很干净了 大家看 东三桶腐路 南向北方向 今天还是去公园 看看能不能进去 穿得惊叹 今天跟大家聊聊 普通人开始跑步 会经历一些小的或者大的蜕变 行,有点再说 又进到朝阳公园 今天聊聊跑步的话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好多小伙伴说 会遇到伤痛 不舒服 各种 其实我从 疫情开始 就算从2020年到现在 甚至说从2019年到现在 都没有经历过明显的受伤和病痛了 但是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跟大家分享分享经历 我想大多数屏幕前的您开始跑步 都不是有童子工 应该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降身健体 或者更多的一部分人是为了减肥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蜕变可能您也会经历 或者您正在经历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体重大 但是比较庆幸的是 我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那时候我一米 一米七零 因为现在年龄大了 可能往下缩了一点 一米七零 我有最沉的时候将近九十公斤 我开始跑步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将近九十公斤的样子 一开始受不了伤 因为一开始跑四百米就跑不动了 真正受伤是已经跑到 差不多七十公斤 七十多公斤的时候 就是一百五十斤 那时候可以连续跑了 那时候差不多就是五公里左右一次 那时候刚看到减肥的效果 特别激动 急功近利啊 每天都擦跑 我现在早上起来都跑五公里 一开始最开始是哪儿不舒服呢 是足弓 一开始的时候跑步足弓疼的 就是那种酸痛 就像使劲被人一讲的一样 觉得有点受不了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就跑不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就前两三公里 一两公里疼 跑我就不疼了 甚至包括现在有的时候 疲劳了 或者换了一双硬一点底的鞋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 那时候我对抗疼痛的办法也是比较的狠 比方说足弓疼的 我有时候就特意跑那个忙到 或者凸起的地方压他 哎 感觉就好一点 第一次因为这个足弓疼 但是我扛过去特别开心 是那个时候用Nike的跑步软件 有一个训练计划课表 现在回忆好像一周也就是60公里的样子 然后他安排的那周最后一个训练是12公里 当时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然后忍着疼痛干下来 然后之后就有过受伤了 第一次是右边的膝盖 而且并不是因为跑步受伤 也是长河公园 那时候周末来长河公园跑半码 就自己训练那种 差不多也就是540545的配速的那个状态 那时候已经不是大体重了 已经在130左右了 而且当时已经跑过半码 大概是2015年春天 那时候要准备当年的北京马拉松 就周末经常来长河公园跑半码 都跑完了回家 还有两公里到家的一个路口 等候绿灯 然后呢 就下意识着就是 就是弯腿 放松肌肉 就是脚和根往臀部踢 可能一下浮动大了 膝盖拉上了 就可见其实在那个状态下 你的这个韧大 或者说关节 或者肌肉都已经在一个比较疲劳的状态 所以我才说就是 跑完长距离 或者中长距离 肌肉有些僵硬的时候 最好不要直接做静态拉伸 那次伤挺厉害的 那次伤到就是 走路问题不大 但完全下不了楼 应该我现在分析就是 膝盖里的 某个应该不是韧大 应该就是 关节膜可能 拉伤了或者撕裂了 是那种刺痛 然后自己养好的 养了一周 然后之后就是跟之前大家分享过 有一次两条大腿的前侧的大肌肉群 同时拉伤 就是一个急停在地铁站里 因为那个地铁站的柱子特粗 我赶车走得特别快 然后突然从柱子后边闪出一个人 我一听 其实正常人是绝对不会受伤的 拉伤的 那天也是刚跑完步 就可见其实有的时候 刚开始跑步的人 或者没有一定训练基础的人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不太累 但是心里的肌肉已经是 是一个在一个边缘的状态了 但是我比较轻轻的说 没有什么类似劳损 或者说那种持续性的伤 但是这些伤证明什么呢 证明就是你的身体在适应你的生活的变化 你要承认说脑力劳动者跟体力劳动者 在身体的构成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方式的区别 就会把人们分成不同的分支 今天北京有点冷 戴这个手套不太行 有点刺痛 手指的尖 那你从不运动开始运动 其实就是从脑力劳动变成体力劳动的过程 你开始肯定是不行的 水泡也一样 那个时候跑超过十五六公里 脚肯定会磨泡 然后回去就 那时候人其实你的心理也是一个蜕变 那时候人也比现在娇气 磨水泡疼 然后受不了 现在磨掉一块肉也觉得没有太大关系 这就是身心的一个变化 在家里的时候年轻 其实我挺挺佩服年轻人 甚至我看评论区有初中生 大学生 就有坚持跑步的 因为人越年轻的时候 其实身体越敏感的 其实比年纪大的人更单 然后说完伤痛 说说病痛 刚开始跑长跑的时候 跑马拉松的时候 怎么说呢 一开始身体是往好的方向走的 因为减轻体重了嘛 然后再后来就经历了一个 总生病的过程 今天咱们跑慢点闲聊 那时候是基本上一年要病 比较严重的感冒 要病两次到三次 因为也有客观原因 因为那时候还是通勤上下班 公共交通啊 会有更多的外源性的东西侵入 然后还是那个理论啊 就是刚开始改变一个生活状态的时候 那免疫力是会有大幅的变化的 因为你修复身体修复运动恢复 是需要能量的 而你原来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能量 所以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 你的身体会优先去解决你身体的损耗 免疫系统就下降了 而且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开始控制饮食 所以双管齐下对身体摧残 那两年 每年都会经历至少一次 是非常严重的流感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的这个语言用词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短流感到回事 流行性感冒吧 但是其实流感跟普通感冒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疾病 只是碰巧在中文中的词是一样的而已 流感很可怕的 然后两次都发展成了有轻微的肺炎 甚至有一次比较严重的肺炎 那次严重的肺炎是因为流感快告好的时候 正好是在奥森的一个公园办法的比赛 我去参加了 而且还拿到了全场第17域名 那时候一小时30多就能拿这个名次了 然后回来就又不行了 然后还有一次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冬天 大概是2016年还是2017年 那时候已经跑步两三年了 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有经验的跑者了 跑了三四场马拉松了 然后冬天北京很冷的 然后跑步 其实大家看我冬天跑步穿的也不多对吧 然后那年冬天就是有一些跑步回家 第二天起来就头皮疼 就大概三叉神经的这个神经痛刺痛 就感觉这个头皮不能碰了 而且那种疼痛有点 有点难以忍受了 对我来说的 然后就经历了上班请假休息 看病吃药 后来就发现就吃吃止疼药 就很管用 我家里有人在医院工作啊 科学的说从小我就不排斥吃药 尤其是止疼类的药 对于大多数是健康的成年人 你不用担心那个副作用 那次真的是难受死了 持续了多年续续有两周 才康复 这也是一个警惕信号 就是你的神经系统 也变得就是不是说脆弱 是在经历一个蜕变过程 就像那些练肌肉的人 对吧 肌肉怎么长大呀 就是通过训练刺激 然后轻微都破坏它 在坏的地方它就斩大了 这样一块钢管你把它弄断 然后再焊上 那焊接触就粗了 马拉松也一样 尤其是耐力项目 耐力项目是个系统工程 工程里不能吸烟 马拉松是个系统工程 设计到你全身各个方面 还有骨骼呢 你为什么有的人跑多了会有 硬力性骨折 一方面是跑得太多了 专业运动员有的也有 贝克勒就经历过 还有好些人比方跑出了骨刺等等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这个病是跑出来的 而我们要说这个病是在你通向强大的过程中 给你添砖加瓦的 因为疼痛代表什么呢 疼痛代表损伤或者说不适应 那它是因为它需要去适应去修补 才会有疼痛 如果一直没有疼痛 就一直没有蜕变 有的时候进步跟蜕变 不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就是如果一直在舒适区不经历这些 这个进步的天花板非常低 你没有蜕变的这个过程 就特别像超级萨雅人 你终究不可能 叫什么 破茧而出 大多数普通人马拉松成绩的提升 不是一分钟一分钟的 是阶梯的 就可能你发现 我今年跑430 我努力练 特别努力练 然后明年跑420 觉得我进步了十分钟特别厉害 但是第二年你可能经历了几次伤痛 增加去年两会儿强度 经历了几次疾病 然后到第三年 也许你就是350了 这是我的新神经历 真的是这样的 而且等你真的350了 你再往前看 你觉得那个420根本不需要看 就好像现在我在看BQ的成绩 我觉得就是我要认真训练的话 没有补给不吃早饭 晨跑还是 我也可以 基本上全马在三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以内完成 可是那个时候三个小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天呀 那我还是这个我 我现在刚才跟大家分享所有疼的地方都不疼了 然后我也有三年没有生病了 只有一次是那个去年在场TV的马拉松 之后第二天肠胃有点不好 因为比赛完以后太兴奋了 吃了好些好吃的东西 所以大家加油赶 人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 加油赶 看看最后几公里再提速吧 3月18号 清晨6点43 训练结束 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 一小时三十八 平均是441 清晨是143 还是后边稍微加点速 但是今天这个 最近年纪大脑子是不好使 换双鞋 Stride的系数又没改 等于多跑了大概有600米的样子 也就是说 每公里差了20米 就少计了将近 所以呢 那个实时配速 要比真正的骂 屏幕上显示的 大概差个得有10秒 所以感觉今天 体感速度跟表告诉我的速度不太一样 但还是那句话 就是路很熟悉以后 其实到哪儿表该想 就很清楚 赶这红旅灯啊 正好放松一下 今天的主题就是退役 人总是会 不管是你从运动到运动 还是你换了个生活环境 都是要经历很多不适的 就没办法 如果舒适是常态的话 那就蛮有进步 是吧 当然了 如果您是以锻炼为目的的话 人家这种不适 必须要来的那么的猛烈 对吧 它是一个循序坚定的过程 但是越跑步 我就越 有体会 这种长距离马拉松 这种系统工程的训练 真的要只扔朝夕 今年是我跑步的第八年了 对我才 我基本上在第六年的末尾 才真正认为我 找了点拉伸啊 才真正的 找到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全程马拉松 可以保持一个速度的感觉 对 我说不要静态拉伸啊 大家看我现在这样 就你就很简单 不要幅度太大 顺便这时候就把鞋带解了 就是鞋带系 还有个小窍门啊 鞋带长怎么办 大家看 这鞋带长 然后呢 我给它搅了 搅了以后呢 把头上打火机烧一下 一般这种鞋带都是 有那个 类似塑料的东西在里边的 它一烧它这头就不脱线了 然后呢 再打一个结 你看这些鞋带 新的鞋带头 就合适了 我一般最多就是这样 这样其实 呃 髋关节可以稍微舒展一下 第二呢 像我跑的长 二十多公里 腰这一块 就这个骨骼 就会嘎吱嘎吱的 因为会蹲嘛 还感觉这几年月跑 更样 行 那大家加油春训 呃 随着这个现在 嗯 防疫 还有政策的一些调整吧 我觉得还是祝大家 到过的比赛 都能顺利举办 呃 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 好吧 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帮忙 你的